牠不是鵝啊 不是我 是牠 這個最噁心 對 不會啦 我好有同理心喔 我這邊很壞耶 我有同理心啊 我們有同理心啊 我有同理心 很濃的那種 醬油米酒糖 對 然後把比較多的油脂濾掉之後呢 我們這個餡 在幹嘛 不能放嘴巴裡 掉了 已經試吃完了嗎 掉了 掉桌上不一定放進去嗎 很甜 鹹蛋黃碎 然後 油蔥酥 還有這個香菇冰 倒得很豪邁 一大堡一大堡的 洋蔥末 這比例都是1比1是吧 其實不是1比1 洋蔥沒有啦 這邊把它炒香之後呢 我們再放一點這個肉上面 好酷喔 它已經這麼多肉了 你怎麼會想放肉中呢 因為它的香氣來源比較不一樣 其實有點像浴碗 古早味的感覺 有點像古早味浴碗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那個你地瓜球的內餡 對 是吃內餡嗎 對 就是用生菜夾著內餡這樣 生菜夾內餡 來 各位各位請就位 好 準備今天的第二題 請出題 通常在一個空間裡有人打哈欠 很快就會引發其他人想打哈欠的欲望 而研究發現 看到別人打哈欠 就想打哈欠的人 竟然 A 比較具有同理心 B 比較害羞自閉 來 準備 剪刀 石頭 布 厲害喔 你很會猜拳 A 我自己本人我也是會進入說 受到別人的影響 但我 我並不是一個害羞自閉的人 我以我自己 會跟著打哈欠 會跟著打哈欠 反正是會傳染吧 你是很有同理心的人 當然啊 加油喔 所以我是不是一個害羞自閉的人 為什麼是B呢 因為A的話 其實太過於正常 以我們之前的碰望就是 我們詹先生 對 有說過 如果像這種的話 不可能會直接掰出來 掰不出這種答案 對 好 尷尬了 好的 中間選名 請選擇 五 四 三 二 一 好險 好險 你是到打哈欠 有時候你不用看 你用聽到就會覺得 感覺 空氣 你只要聽到吸氣 你就快想跟著他打哈欠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也不覺得我自己是害羞自閉 我們一起過去好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三尾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 而且你有自逼的答案 他想打哈欠 然後比較自逼的人 不敢打哈欠 他看到別人 要先看 對 他就會放鬆 他可以碰一下 他又打哈欠 我就可以 憋很久 然後看他我快點 對 心理的問題 有自信 答案是 是不是 我是說 沒得吃 沒有 其實沒得吃 沒得吃 你們剛剛還有知道 我都沒得吃 不像研究檢知 好 如果有人在旁邊打哈欠 在場超過一半的人 也會想要跟著打哈欠 而看到打哈欠的圖片 也會想要打哈欠 紐約州立大學的奧本尼分校 調查顯示 圖片 也有七成的人 會被打哈欠傳染 其中同理心越強的人 越容易產生這種現象 不過研究發現 精神分裂和自閉這患者 就會比較不容易打哈欠 推測可能與精神的疾病 機轉有關 對 打開看那個是什麼 來 一起打 豆子仙哥 這神經嘴都會很臭 他不是鵝 很像飯喔 不是我 是他 這個最噁心 對 不會啦 我好有同理心的我 不要這樣 我這邊很壞 我們有同理心啊 我們有同理心啊 我有同理心 哪有 很濃的那種 我們自己包的 我們吃不到 你們包什麼 你們大家餓出 你們可以吃這個味道嗎 小胃 小胃怎麼有很濃出的味道 它變得很古早味 對 很古早味 很好吃耶 這很下飯 有口水啊 同理心啊 剛剛現在都還沒有吃到耶 上一題是為了要陪你 你說什麼 上一題是為了陪我 對啊 這題是為了腳麻 所以走過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